阿拉斯加原住民在会议上表示 他们处在气候变化的前线 阿拉斯加部落首领李说 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地球母亲 但阿拉斯加没有导致全球变暖 然而地球的行动在影响阿拉斯加 与会者们说 北极地区的气候问题 包括气温上升 海滨萎缩 和越来越多的由于更加干燥炎热的环境 而发生的野火 国务卿克里将气候变化称作地震式挑战 如果不解决 将变得更糟 并将导致它所谓的气候难民 你们觉得极端主义引起的移民 对今天的欧洲是一项挑战 一旦没有水 一旦没有食物 或者一个部落单单为了生存 而跟另一个部落厮杀搏斗 等到那个时候 你们再看会发生什么吧 不过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政策 已经招致批评 比如奥巴马总统允许撬牌石油公司 在阿拉斯加近海扩大钻炭的决定 我们不是在许可证上盖橡皮毒章 我们明确表示 翘牌公司展开的业务 必须满足我们的高标准 奥巴马说 底线是必须安全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出席气候变化会议的部长们说 他们重申对减缓全球变暖措施的承诺 他们保证支持减少碳排放 及加强北极地区研究的努力 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 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